大家好 今天我用豆腐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嫩豆腐 先把它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切好后放入碗中 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勺盐 把豆腐倒进去焯一下水 豆腐焯水可以去除豆腥味 而且口感吃起来会更加的滑嫩 焯水一分钟后把它捞出来 下面我们准备三个正宗的母鸡蛋打入碗里面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加入1.5倍量的温水 再次将它搅拌均匀 拌匀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豆腐里面 用筷子把豆腐铺平整 使鸡蛋淹没过每一块豆腐就可以 然后把它放进蒸锅里 再盖上一个盘子 这样蒸出来鸡蛋才会更加的滑嫩 最后盖上盖子开大火蒸10分钟 准备一小把芹菜 将它切成小丁 切好放在完全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完全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切成末 放到碗里面 葱也切成葱花 切好放到碗里面不用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跟葱白放在一起 最后准备一块瘦肉 先切成片 最后把它切成肉末 稍微剁细一点 这样方便小孩子吃 切好后放在碗里面不用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姜末和葱花 把肉末炒至泡白 把胡萝卜加进来 芹菜加进来 把它们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加入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加入一碗清水 让它煮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再倒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煮至汤汁变得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豆腐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再把我们刚才炒好的汤汁浇在鸡蛋豆腐根上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最后撒在葱花点住一下 最晚做的豆腐鸡蛋根 煮干非常的滑嫩 而且特别的营养健康 里面加了胡萝卜和芹菜 既有鸡蛋 还有蔬菜 营养非常的全面 特别适合小儿子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哦 点击我的图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在家里的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